全國大專院校創意性 行銷創業這個競賽 我們已經辦了六年 每年比年更深大 今年我們透過很多台灣特色的產品為主題 讓我們所有大專院校的青年學子 發揮創意 來為他們做行銷 因為我們是linker 所以我們在linker是連結 我們希望從彰化出發 然後在地連結 然後慢慢提到全台灣 甚至國際社會能夠影響 透過這樣子的競賽 其實學生他會有一些天馬行空的創意 可能在我們企業界已經比較久的時候 不會想到這樣子的方法 可是學生可能會提供一個好的點子 或是好的思維 讓企業能夠再重新去審視 他的經營管理或在產品設計 或在行銷方面 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 可以革新或突破的地方 寧可無限可能創意行銷和創意經濟 鼓勵核生於台灣特色產業為重點 提出行銷本案契約 都未替製作和文創商品設計 頂頂重新救生和行銷 並且於寧可分端行動APP 背後國家未來創新人材家創意行銷 活用創意激發創新 鼓勵創意 主要是要推廣台灣的傳統文化 是關於食物的部分 尤其是馬屬 對 然後我們是這次得獎 感到非常的榮幸 也非常的開心 能參加這次寧可的活動 我們這次的研究對象是無視嚴選飲品 那就是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在過程中其實我們一直到 就是到他們公司做參訪訪問 那其實就蠻辛苦 但是也在這同時學習到很多 我們在平常上課的時候 都不會學習到的東西 這項經濟去運超過50間 台專義學學生補名 三百多祖超過一千位 年輕的學生導致創新創業經濟 經過嚴格的儲心到十六位 三葉瓜鳳 學者專家 創算出來 得優、優定、家族、 幾乎做對合 當時為著要鼓勵 優質、參賽對合 台會特別精設研究對象 得優重 讓更多的學生 在這項經濟和表現 工藝品都臨出名 中華裁縫報道 關懷電台台第二配音